大家好,从今天开始DevOps企业最佳实践课程就正式开课了 随着微服务与营员生框架、容器技术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DevOps技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希望通过DevOps技术进行企业精益开发转型 提高交付效率 通过自动化降低交付成本 本课程主要是通过介绍DevOps相关的一些交付理念、常用的工具 以及最佳实践的流程、在云环境中的集成等多个角度 为大家打开通往DevOps的大门 本课程的受众主要包含 一、企业的IT决策者 在本课程中可以快速地掌握DevOps相关的一些理念、方向和技术成本 指导团队和公司进行IT转型 二、运为DevOps工程师 在本课程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并且更系统地思考未来的工作方向 三、对DevOps感兴趣的开发者 或许对于DevOps而言 您只是比较关注 那么在本课程中可以带领您在DevOps领域中进行畅游 拓宽更多的相关视野 本课程一共分为八期 第一期是DevOps、微服务和阿里云容器服务 是一节理论课程 第二期到第六期是实践课程 第二期里边主要讲解 如何快速高质量进行应用容器化 以及传统应用的容器化迁移 第三期中主要是从零搭建一个CICD的系统 进行标准化的一个持续交付 以及在阿里云上如何利用Copify 来进行标准的CICD的流程的发布 然后第四期会给大家讲解 云游生的容器应用是如何设计 以及如何进行交付的 第五期讲解的是 怎么利用多种的发布模型 来实现更优的容器化交付 比如说这里边会提到 大家关心的金丝雀发布 蓝绿发布 分批发布等等 第六期里边主要讲解的是 开源框架和阿里云游容器服务的一个集成 比如说监控框架 布罗米秀斯 InfactDB 然后常见的分布式的微服务框架 类似Spring Boot Spring Cloud Double等等 在第七期中主要会讲解的是 应用计划的一个性能调优 以及性能测试的部分 第八期讲解的是 应用计划的一个问题诊断 监控和运维 那么第七期和第八期呢 实际上是一个提高课程 更多的是面向了 当你的这个应用以金融计划 然后上了生产 对生产之后的这些场景 进行了一些调优和运维的部分 那今天呢 我们是第一节课 讲的是DevOps 微服务与阿里云游容器服务 然后我是今天的讲师 我叫莫源 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吧 然后我在2012年到2013年 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 主要是做虚拟现实的方向 2013年来到阿里云 先后负责多款阿里云控制台的开发 后来负责阿里云容器服务的低层开发 Copipeline的一个产品架构设计和开发 以及相应的DevOps方案的落地与实施 今天的课程的第一节呢 会先给大家介绍一下DevOps的一个概念 然后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入门 那么什么是DevOps呢 这段话呢 是从维基百科里边拷配下来的 里边讲的是DevOps呢 是以重重视软件开发人员Dev 以及IT运营人员Ops之间的沟通合作的文化 运动和惯例 通过自动化的软件交付和架构变更的流程 来使构建测试发布软件能够更加快捷 频繁和可靠 那么底下这张图呢 其实是经常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DevOps的一个 莫比无私环 上面从这个代码到plan到代码 然后到构建到测试到发布到部署 以及相应的运维和监控等等 是一个流程穿起来的一个莫比无私环 然后在这个环的周围呢 包含了很多开源的一些工具 也就是说在这些流程里边 会有很多工具的一个串联 所以很多我们的开发者会认为 DevOps呢实际上是一种工具和一个流程的一个集合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DevOps的一个历史吧 在2007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有了DevOps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最早呢 是由比利时的一名叫Patrick的IT基金师提出的 他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比利时的一个政府项目 是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迁移项目 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他主要负责的是一个测试和验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不光要和那个开发团队一起工作 也要和运维团队一起工作 他第一天呢 在和开发团队跟进的时候呢 实际上开发团队的是使用了一种敏捷开发的一个节奏 而第二天呢 他又发现这个运维的人员打交道的时候 又以一种传统的类似像消防员救火一样的方式来维固这些系统 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的工作氛围之下的来回切会让他感觉十分沮丧 他意识到这个开发团队和运维团队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开发团队和运维团队就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而且彼此又坚守着各自的一个利益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到处充满了一个冲突吧 作为一个敏捷开发的一个拥护者 他渐渐的明白应该怎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改变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 那DevOps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他主要就是讲怎么能够来融合这个开发和测试之间的这个工作 那为什么这个2007年就已经有DevOps的概念 而直到现在已经2018年了 DevOps才渐渐的被人们认可接受和采纳呢 实际上DevOps在创建之初 他倡导的呢只有一个理念 他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多的是说你怎么通过DevOps这个理念来设计你的这个开发流程 管理乃至这个公司架构的问题 然后要想让这个团队之间这个消息流转的更顺畅呢 其实你就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自动化的流程系统和这个规范 那在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自动化工具 然后包括软件交付的流程 其实也并不是很标准 整个公司呢可能是以一种瀑布式的方式进行开发 所以不论是从架构上流程上 还是从技术上 DevOps在当时落地实施其实并不是很成熟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互联网的转型 IT转型以及越来越多的DevOps工具和交付模型的诞生 那使得这个交付单元都从正向或者是反向推动着DevOps的一个成熟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传统应用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流程 这张图呢 学过软件工程的同学可能都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瀑布流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图吧 那一个软件的一个开发周期 包含定义阶段 开发阶段和交付维护阶段 在定义阶段里边呢 主要是先要定义问题 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以及需求分析 这个时候其实是在做整个产品的一个产品级的一个设计 那第二个阶段呢 主要是开发人员介入是一个开发阶段 包含了系统设计 系统编写 系统测试和调试 那开发测试这个阶段完成了之后呢 实际上就要交付给客户了 那最后呢 是系统的这个部署与交付 以及系统的维护和升级 那么从这张图来看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仅仅有条的 而且每一个步骤可能都对应着 一个团队 那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流程 就像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机器一样 它齿轮和齿轮之间有很好的一个咬合 它们可以有条不紊的一个运转 但实际上这个流程 有没有一些弊端呢 是存在的 那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非常简单的一个需求 可能要走完整的一个流程 才能完成一个上线 所以这就会导致我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迭代速度异常的缓慢 而且不同的这个部门之间 它的角色能过于明确了之后 会导致这个有些问题出现 会出现有三不管的一个场景 会让这个问题在各个部门之间 类似TP球一样难以解决 那么现在 现在的应用场景 应用的交付场景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变革呢 首先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一个交付场景 比如说我可能会有这个APP 我可能有网站 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service 然后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交付的一个方式呢 也会有很多的一个变化 我们从原来的大病院作战 逐渐的转换成小的团队 快速进行迭代 用互联网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来迭代我们的产品 然后再通过连续不断的一个迭代 来去修正我们的这个产品 所以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快速的一个交付的一个场景 那在这种场景之下 传统的这种大定格作战的一个方式 其实已经并不能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了 而第二点呢 是这个develops工具呢 也越来越成熟 那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develops工具的一个 一个元素周期表吧 其中每一个元素都代表着一个 在develops中可能涉及到的 或者是可能采用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 比如说这个Genius Bamboo Travis CI Ansible Softstack 等等 这些呢 其实都已经被很多公司开始应用起来了 而这些软件的逐渐的兴起 其实也从反面促进了这个develops流程 在大型企业里面的这个裸地 这张图呢 实际上就是别人家的这个develops的workflow 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它是一个getworkflow 然后客户我们的开发者提交代码 然后通过getworkflow的方式 然后进行pro request 然后当有pro request到达了之后 我们会触发CIC的一些流程 然后并且把代码push到远程的这个中间产物的这个中心 最后再以push的方式 推送到远程的这个部署的一个环境里面 看出去很fancy 很酷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真的适合我们吗 那这个其实在这里 我们先摆一个问号 那看到了别人家的这个develops workflow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开发者就已经越预示了 说我也要搬一个别人的这样的一个workflow 来去实现我自己的这个develops的一个工作流 来去让我们的这个企业也能够汇集develops带来的一些优势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遇到了一个develops领域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个问题 叫做大象问题 其实这个大象问题呢 和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叫毛儿摸象是非常相像的 那一个大象呢 是非常庞 是非常庞大的嘛 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侧的这两个小人呢 其实他摸的是象牙 他说哦 原来有这个长长的尖牙的就是大象 然后第二个小人呢 摸这个大象的鼻子 说有长长的这个卷鼻子的就是大象 第三个小人呢 说有这个胖胖的这个腿的这个就是大象 第四个呢 说有这个大肚子的就是大象 第五个呢 说有长尾巴 这个就是大象 那实际上 他们每个人说的都对 但其实只看了这个这个大象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当他们从这个维度来看这只大象 然后呢 他又把这些 呃 东西拿回去组装的时候 就会出现下面这张图的一个现象 就是不轮不累 根本没有汇集到这个整体的一个优势造成了这个整个企业做DevOps转型的时候的一个困难 所以要想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DevOps的一个workflow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DevOps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以及DevOps里面核心的概念是什么 那 其实如果从武侠的角度来讲 DevOps可以分为内功和招式 那什么是DevOps内功呢 其实在这边我们用一个很玄学的一个话来讲 叫DevOps之禅 就DevOps呢 首先它是一个流程 他通过这个流程化 标准化 来减少脱节和时间的浪费 第二个呢 DevOps是一种文化 那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呢 其实用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话来解释 就是这个节约时间人人有责 那第三个呢 就是DevOps是自动化 自动化可以降低这个人工时间的一个消耗 那第四个呢 就是DevOps是关于质量的 那质量的提升可以避免反攻 那其实这个是DevOps核心要追求的四个目标 流程 标准化 降低时间的浪费 解约时间 自动化 降低人员消耗 以及质量提升 其实主要就是讲时间和质量的问题 就是又要快 又要好 那听到这儿呢 很多我们的开发者说 我好像明白了这个 这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质量和时间吧 对吧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那提到做了 那其实我们就要来讲 这个时间和质量 到底在传统的这个开发流程里边 什么地方 是阻碍这两个 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呢 首先我们还是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瀑布流的这个图里边 我们发现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都用一个特殊的颜色来去描绘嘛 那这每一个步骤呢 可能都是不同的人员不同的角色来去实施的 那不同的人员不同的角色在实施的过程中 其实它是有前置依赖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词来来去介绍 其实就是等待 那等待包含的内容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等待了基础架构的一个准备 对吧 等待这个应用程序的部署 等待其他团队的一个信息交换 对吧 等待审核完成 其实这些都是在传统的这种瀑布流模式里边 非常常见的一个过程 就是等待 你完了才能到我 我完了才能到他 它并不是一个并行的过程 而是一个消息在一个瀑布流中 一步一步的消息的一个轮转 所以这里边存在着非常多的等待 那develops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其实就是右边这张图 首先你建立一个defect 对吧 然后呢 开发人员去fix defect 然后最终呢 在测试员在re-react这个test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就上线了 而中间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都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来去实现了 也就是说 原本把等待的时间 现在变成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release一个defect 可能花15分钟 fix一个bug 可能花的是两个小时 重新跑一下这个retest 可能用了两个小时 而中间节省的这个wait的时间 可能是在这个三四十二个小时 对吧 那develops其实消灭的就是 消灭了不必要的流程 消灭了不必要的特性 消灭了不必要的人工 以及消灭了不必要的反共 通过这种方式来节约的时间 也保证了一个质量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develops的一个内功的部分 对吧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真正在实际的这个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一些develops的一些案例 来看一下就是大家是怎么来去实施的 首先 A公司成立了一个专门的develops部门 负责公司从 基础设施 应用测试 系统集成等全方位的工作 将基础设施的变更 系统的变更 都通过代码进行了抽象 建立了自动化的一个体系 来实现这个develops 那这个案例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develops的一个实践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就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首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 从基础设施到测试到机场等 所有的这个工作都交给了这个团队 那我们发现这样的会有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团队实际上可以说是整个公司的一个botnik 也就是说每一个团队都依赖于这个团队 而且这个团队做的事情有太多的这个沙下游的一个依赖 他不只要去做系统的一个集成 他还要去做应用的测试的一个开发 那这个develops是不是包含的太广泛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对develops的一个概念 概念认识的一个错误 他想要完成太多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价值 这个其实是值得思考的 所以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解释 这个其实就是打中脸冲胖子 那第二个呢 B公司呢采购了某咨询公司的develops方案 并且要求所有的应用都通过develops流程和系统进行规约开发 严格的遵守上线的一个流程 代码上线的要有90%的覆盖率 要包含单元测试 E2E测试 黑盒测试 纸张测试等等 不定期的要开小组会议来评审交付 实现develops交付等等 其实很多资讯公司提供的这个develops方案呢 是一种概念模型 它并不是针对每一个公司来定义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流程 因为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每个公司使用的这个变成语言框架等等的 等等的不同 会在develops里面产生些许的一个差异 而通用的develops模型其实是没有很好的 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上层把这些东西都抽象好的 所以任何一个develops方案 自己在去实施的时候一定涉及到一些改造 我们不能原封不动的去拿别人的这个 使用拿尾主义的方式来去使用别人的develops方案 所以这个里边 这个公司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死板和较调 那这样会导致你的这个流程 其实和原本的这个等待是没有差 没有太多的差别的 而是说你用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这个新流程的一个适配上 而这些流程对你产生的价值是不是有用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用处 所以对于这种场景 我们可以说这个叫做谁苦谁知道 那我们再看两个两个好的案例吧 那C公司呢拥有数万名员工 他成立了自己的质量保证和交付团队 开发了一个持续交付的平台 并且整合了这个发布系统 通过容器的方式降低了这个框架和版本的差异 带来的这个交付问题 通过自动化容器工具 来降低了这个开发的这个学习成本和技术成本 通过兼容的这个发布方式 一键迁移了原有的这个发布系统 到现有的这个持续继承交付平台 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支持了多种测试 质量保证的一个介入 质量团队提供标准的这个模板 来对应不同的应用 提供这个不同的发布 不同的这个科学模板 实现了快速测试和质量保证 那这种呢 其实对于一个非常庞大的公司而言 成立这个质量保证和交付团队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想要 DevOps要节省的时间和提高的一个质量 对于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来讲 那我们更多的考虑是说怎么保证现有的这个使用习惯的条 前提之下来进行一个改造 因为我们要节省的时间 其实是节省大多数人的时间 而不是节省的是整个流程的时间 对吧 所以尽可能的保证现有的一个流程是最最佳的一个实践 所以它是通过 兼容现有的一个流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DevOps改造 用一个类型来去改革的话 它是质量平台性的一个持续交付 那D公司呢 是拥有十几名全站的极客工程师的一个效应的一个公司 它包括了十几条产品线 数十一个应用 每个公司每一个工程师呢 都自己提供Dogfile和部署了一个压谋文件 并且在团队的这个Jenkins上构建自己的一个任务 通过Jenkins BlueOcean的这个Git Workflow来实现了快速交付 并且定期的这个相互交流 这个交付规范 逐渐统一交付标准 其实这个呢 是很多硅谷的公司的 进行DevOps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每个工程师都很强 然后我们都很有这种这个持续交付的一个理念 那使用这种非常快速的 非常非常高效的这个各自来实践的这个持续交付 是非常明智的 也是非常快速的 而后续的又通过这个相互交流的方式 来规约了一些交付违法 逐渐形成一个统一标准 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敏捷的灵活性 在那个持续交付 那对比的上边的这个两个案例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DevOps其实就是像五下小说里面一样 它是水无常形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挑选的是适合自己的DevOps方案 选择合适的工具来适配这一个理念 然后不要以一套拿来主义的方式来去实现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DevOps一个workflow吧 就是从代码的开发推送到代码仓库 然后构建一个CI系统 如果有问题进行集中反馈 再恢复这个流程 如果没有问题就进行测试环境的一个部署 那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传统的这个DevOps的一个应用交付模型 那我们稍给它做一个变更 那这个呢 这张图呢其实是标准的这个容器的DevOps的一个交付流程 其实大体流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差别 只是在中间产物上面 它是从那个持续交付系统里边多出了一个到镜像仓库 以及后续的一个分发镜像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这两个图呢 给大家讲解的就是说 当你了解了一个DevOps一个理念之后 你可以很快的使用一些新的开发框架 新的一些系统 乃至新的一个交付方式 来去扩展你的这个DevOps一个理念 从传统交付到标准的一个容器交付 可能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根本的问题 还是要去了解DevOps的一个概念 然后通过这个概念 再来指导我们怎么去落地DevOps的一个方案 DevOps呢 我们最后给DevOps做一个总结 DevOps是为了解决时间和质量 而产生的一种交付文化流程和交付方式的一个统称 DevOps呢 期望通过销出等待和浪费的方式 来实现快速更高质量的一个交付 它并不仅仅的是一个自动化流程 更多的是开发方式 开发流程的一个变革 但是呢由于团队的一个架构 工具生态 技术架构等的因素 虽然DevOps的理论提出很长时间 但是一直以来难以有 范式的一个操作流程 供大家参考 更多的是在某些特定的场景和交付场景中 实现了一个最佳时间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在这两年里面 关注到DevOps之上 其实 有两个事情是推动了DevOps这两年的一个热度 主要是微服务和容器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微服务 微服务这个概念是2014年马丁弗洛尔 弗洛尔和James 刘易斯共同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定义了这个微服务呢 是以单一的一个应用程序构建的这个小服务 微服务之间呢可以相互结偶 以全自动的方式进行部署 与其他服务之间呢 使用一些Restful API的方式进行通信 并且服务呢会以最小规模的方式进行集中化来一个管理 服务可以使用不同的这个辩证语言和辩证框架 以及每一个服务呢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数据库的元件来去实现 那下面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框架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业务形态里面是分为这个移动的APP和标准的一个外部端 然后移动的APP呢通过这个API Gateway的方式来调用后面的这个service 然后在这个业务形态里面 他将service拆分成账号服务 然后eventory的服务 shipping的服务等等 然后每一个服务呢 他会有自己的这个DB 然后在DB和DB之间并不存在这个相互的调用关系 然后而外部端呢是通过这个前台的一个 Storefront的webAPP来调用 来组合后台的API 然后并且实现了这个上层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逻辑 而中间的这个Storefront webAPP呢是一个完全无状态的一个服务 那web服务呢其实具有如下的这个九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呢是服务组件化 就每一个组件呢都会有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 它包含自己的这个API可以独立的一个存在 那刚才我们看到那张图里边 不论是Account Service还是Shipping Service 它都包含自己的API 并且通过API Gateway暴露出去 然后每一个服务呢都包含一个DB 而且这个DB是一个独立存在 然后第二个呢是说web服务呢 是按照业务来去组织团队的 web服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服务 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生态 就是它包含了一个业务逻辑在 业务边界在里边 比如说账号服务 那它包含的就是所有和账号相关的这个业务边界 那而Shipping服务就是包含所有Shipping的这个业务的部分 不同的业务呢是不相互合的 所以根据这样 既然你的功能是独立的 那我们也会将这个功能分配给独立的这个团队 让这个团队来去对这个模块进行负责 那既然已经把这个模块分给这个团队了 那实际上这个产品的这个这个这个模块的眼镜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做产品的态度进行去设计 模块的owner呢就要以产品的思维来去考虑这个模块的以后的一个眼镜的一个方向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服务之间的一个调用端点呢 可以通过类似一些服务发现的机制进行动态的获取 然后呢可以为这种这个出错的这个场景来收拾一些牙管道 就比如说一些贝斯Spring Cloud里面的融温器这样的一些概念来去实现 第五个呢是区中心化的一个治理 就是可以根据这个业务特点来选择合适这个场景的一些语言和框架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API的service 我可能比较倾向于选择Go来去实现 但比如说我是一个前台的一个服务 我可能会使用Node.js来去实施 对吧 那对于这种特殊的场景 可能会选择最合适的语言和框架来去实现 那第六个呢是去中心化的一个管理数据 那不同的模块呢使用的是不同的库或者是不同的表 那不会出现这个相互调用的一个场景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组件数据件的这个偶合 那第七个呢是基础设施的一个自动化 那通常和微谷相关的就主要是容器的这一部分 就是通过容器化部署等等 其实这个是自动化部署和自动化效服的一个场景 那第八个呢是容错的设计 在分布式系统里边 就分布式系统里边网络的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在分布式系统里边有一个 概念叫做网络是不可信的 其实在这个微服务的这个设计里面 也有一个叫做组件是不可信的 那对于失败的状态呢其实是要有一些降级的处理的 对于类似像Spring Cloud这种的微服务的这个框架里面 其实它提供了类似熔断器的这样的一种机制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熔断器的这一部分 然后第九个呢是眼镜式的设计 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将这个组件划分的非常细节了 而且它包含了这个业务的一个边界 所以每一个组件未来可能设计到哪些功能 需要预留出哪些接口 以什么样的方式设计你的API 其实是眼镜式设计的一种思路 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实现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设计 进行快速的一个演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传统应用进行微服务的一个案例吧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打车软件的一个 一个传统应用转型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客户呢 它包含了这个移动的这个客户端 就是乘客端 然后司机端 外部页面 以前呢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单体系统 数据存储呢是在MySQL里面进行存储的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单体系统 对外暴露了一个Rest Mode API 前台呢有Web UI 然后对于一些三方接触系统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器来进行实现 而这个大的单体系统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个业务逻辑在里面 偶合了非常多的这个子的模块和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其实眼睛起来非常复杂 而且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 其实是影响了所有的这个 对外对外的这个端 比如说这个客户端 司机端 外部端 以及现应的这些三方系统 那后来的时候呢 这家大车公司做了一个微服务的一个转型 它将上面的这个系统进行了一个微服务化的一个拆分 那刚才那张图 那么它是怎么从一个传统的架构转换成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框架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那个乘客端和司机端 是通过API Gateway调用了Passenger Driver和Trip三个Web Service 然后这三个Service呢 又调用了底层的这个Billion Payments 以及Notification 这三个对外保留的Raceful API 也就是说它将原本的一个巨石系统 拆分成了六个业务相关的Service 并通过这个六个Service和API Gateway 对外提供了完整的一个功能 而上次呢 又通过了这个Passenger Web UI和Driver Web UI 包装了底层的这些服务 实现了这个外部端的一个访问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传统应用微服务化的一个方式 右侧呢 其实是这个ScaleCube 就是一个扩展立方 它讲述了就是一个应用进行扩展的三种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按照不同的类型进行扩展 比如说我可以将一个系统 切分成很多不同的这个部分 然后进行扩展 那第二种方式呢 是切分成很多相同的部分进行扩展 比如说我会把一些东西归纳成同一个类型 然后进行扩展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是直接不切分 直接拷贝进行扩展 就是完整的水平扩展 那对于微服务来讲呢 其实它是第一种方式 就是它将一个大的系统切分成不同的子模块 然后再从这个子模块的方式进行扩展 这个呢 其实是微服务的一个扩展方式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这个passenger driver和trib这三个service 其实它是一个自包含的一个形态 那每一个部分呢 其包含了一个database的adapter 然后这个adapter底下呢 会有自己的一个数据存储的部分 可能是同一个库的不同表 或者干脆就是不同的数据库 但是他们之间是没有数据之间的一个相互依赖的 而对于每一个相应的service 都可以通过水平扩展的方式 来实现一个业务的一个扩展 就类似像右边那张图 前面是一个logbalancer 后边的是不同的这个容器 然后实现一个很好一个弹性伸缩的一个场景 那微服务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它将一个大型的单体系统拆分成了多个微服务 可以解决这个应用复杂性的问题 每一个微服务都可以更好的切分业务边界 那第二呢 是每一个模块都有专门的这个团队和人员负责 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技术进行实现 使得这个架构眼睛变得更简单 降低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技术债务 比如说有一天 我觉得这个原本的这个框架设计的不是很好 那我可以很快的用很低的一个成本来重写掉这个小模块 而不影响整个的一个系统 那第三个呢 是微服务之间并不相互影响和依赖 降低了这个系统的这个呕合度 可以独立的一个升级 我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升级系统里面的一个组件 而不会对这个系统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第四呢 就是微服务接分之后都是独立部署的 可以根据业务特征动态的调整资源 那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使用场景 因为对于不同的时间点 可能你的系统的压力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那比如说如果是双11的时候 那可能我的订单系统是压力最大的 那比如说在平时的时候 我可能是前台的这个缓存的这个部分 压力是最大的 所以可以针对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时间来去扩缩容 我不同的这个业务的微服务的系统 这个其实也是微服务的一个优势吧 然后那我们刚才提到了DevOps DevOps的一些概念 然后DevOps呢 很难落地其实是有些原因的 那其实微服务完美的匹配了DevOps的一些理念 而且它的这些概念呢 可以弥补DevOps的一些缺失 因为一个大型的应用拆分成了这个微服务 可以让这个责任边界更明显 变相的其实引导了一个交付流程的一个点 其实这个其实也填补了这个DevOps里面 缺乏这个流程变革的一个点 那微服务其实从反面 或者是从一个侧面 可以协助流程变革 第二呢 是清晰的边界 独立的部署 可以提供更快的一个迭带 和交付流程自动化的一个可能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单体系统的话 任何的一个变革 可能会要走一个非常 非常繁琐 非常复杂的一个交付流程 甚至构建的一个时间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但是如果你有很清晰的边界 你有很小的一个代码的一个体积 你就可以很快的进行迭代 很快的进行交付 所以这个也从侧面提高了这个DevOps 降低了这个DevOps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成本 那第三呢 是越小的一个业务边界 可以使这个实现的复杂性降低 提高交付的质量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DevOps 关注的是时间和质量两个问题 那你的这个边界越窄 这个所包含这个范围越小 你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相应的你的质量也会变得越高 所以微服务呢 把很多DevOps里边的缺失进行了弥补 他其实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讲 就是分而置之 然后再通过DevOps进行连续集成 便可以实现快速交付 所以微服务可以说 从概念上完美的匹配了DevOps的一些缺陷 然后并且可以和DevOps进行完美的一个结合 但是微服务并不是实现实美的 微服务的很多优点 同时也是它的缺点 比如说我将一个大型的系统拆分成微服务 那涉及到你的系统会有一些分布式的一个改造 带来了固然的一个技术成本 第二呢是更清晰的一个边界划分 也使得标准化变得越来越困难 比如说我使用了这个API的部分使用了GOLA 我的前提的部分使用NodeGNS 那这会使得我们很多以前使用的一些公共的框架 或者是类库没有办法在快语言的场景里下使用 所以很多微服务的改造实际上是依赖一些上层的框架进行规约的 比如说Spring的Spring Cloud来进行规约Java的这个微服务的一个开发方式 或者是在容器里边也有Service Mesh来解决微服务的接入层的部分 或者是类似像空啊TYK啊之类的一些网关 也是类似解决这个API接入的这种场景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单体 单体应用内部的这个通信成本远远低于微服务组件之间的这个网络通信 那其实这是一个性能的问题 但是对于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系统来讲 这种性能问题相对来讲可以越来越小的这个忽略 对于一些特别是实时系统来讲 这个成本还是挺高的 然后第四个呢是说管理多个组件或者是组件拓扑成为了这个微服务系统的一个头等药物 那刚才那个例子里边我们将一个大型的单体系统切分成了六个子服务 那表面上看上去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成本在了 但是如果我们有数十个这样的大单体系统的话 那我可能会切分成了成百上千个微服务 那这个时候对于微服务的管理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挑战 第五个呢是数据库的设计和业务规划成为了这个微服务的一个难点 也就是说你要想设计出一个符合微服务 完完全全符合微服务的一个理念 以及Fi式的一个架构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挑战的 所以这个也对于开发者提出了更多的一个难点 所以微服务的问题在于 它的架构方式对于开发者来讲要求比较高 第二个管理与集成的资本化程度要求比较高 第三个是标准化的成本比较高 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可以从容器的方式来去解决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容器 很多人说容器定义了一种新的一个交付方式吧 那这个前四章的调查图呢 实际上是从2015年到2016年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报告图 我们会发现从2015年到2016年DevOps的一个采用的比例 逐渐的在提升 而且和容器相结合的DevOps越来越被很多的企业所采纳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容器 那容器简单的来讲 它是一种虚拟化的方式 那最下面这张图实际上是讲的这个Docker Docker呢Docker其实也是容器的一种实现方式吧 左边这张图呢是我们传统的虚拟化方式 我们在那个最底层的这个物理机上会跑着 类似像Hypervisor这样的一个管理工具 然后Hypervisor之上呢会有完整的虚拟化的操作系统 然后有相应的Banneries和Libraries 然后以及相应的Application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虚拟化方式 而容器虚拟化呢和传统虚拟化相比 其实是在虚拟虚拟化这一层做得很轻 在Hypervisor之上并没有GuestOS这一层 而是通过操作系统的标准接口来实现了 或者是模拟了这个系统的调用 从而降低了这个虚拟化的一个成本 可以简单的理解 Docker是一种轻量级的一个虚拟化 它和标准的虚拟化的一个差别就在于 对于虚拟化的这个损耗上面 那我们怎么 那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三分钟时间 快速的帮大家来了解一下Docker 那Docker呢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应用容器引擎 它可以让开发者打包自己的一个应用 以及将这个依赖包放到一个可移植的一个容器里边 然后发布到任何一个流行的一个Linux的一个机器市上 现在其实Docker公司也支持了这个Windows的一个容器 也可以实现这个虚拟化 容器是完全使用杀相机制 相互之间不会留有任何的一个接口 那Docker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Docker File Docker File呢实际上是Docker的一个配置文件 它是用来生成这个Docker Image 那Docker Image呢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交付的最小单元 比如说我一个Java的一个应用 那实际上我在去做这个软件交付的时候 并不是交付的我的这个应用 而是使用了这个容器的一个技术 通过Docker File生成出来这个Docker Image 而这个打包了我们代码的这个Docker Image 实际上是在容器交付里面的这个最小单元 那第三个呢是这个Docker的命令与API 然后它定义了一些命令和接口 支持三方系统的一个集成 那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类似像Swap Mesos或者是Kubernetes这些编排系统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Docker的这个API打交道 然后封装了一些API 以及上层的这个子系统 来实现了一个容器编排的一个功能 实现了类似一些PaaS平台啊 CaaS平台啊一些场景 那Docker到底是怎么变更了这个交付流程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Docker File 这个Docker File呢就是左边这张图表示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一条条指令组成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这个Docker File呢实际上是一个 NJX的一个NJX应用的一个Dock File 它首先from了一个Ubuntu的一个基础形象 然后run了一些命令 这个里面它是安装了一些一些软件 以及这些软件的一些相互的一个依赖 然后变更了一些配置 接下来呢挂载了一个存储存储目录 然后设施了一些command 最终报声明了一些端口 那其实这个Docker File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用简单的余化来讲 它是标准化了一个交付环境 那和我们传统这个交付流程里面相比 那Docker File其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以前在那个虚拟机里面可能会安装很多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组件 比如说我会在里面装NJX 装各种各样的一个环境的依赖 然后再把我的代码部署上去 其实Docker File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东西完整的打包好 变成了一个可交付的一个单元 也就是Docker Image 实际上这个Docker File把我们以前的交付的这个环境 重新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定义 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编排模板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实际上是这个Docker Swarm的一个编排模板 那这个模板里面分为两部分 上面有一个Web 下面有一个DB 其实可以理解成 它是一个应用的拓谱吧 然后在这个Web里面 使用了这个相应的这个Image 这个Image其实是一个Docker的一个镜像 其实就是说我用了哪个镜像 然后声明了一些环境变量 设置了一些重启策略 以及这个拓谱关系的这个Link 然后又打了一些人为可见的一些Label 然后在DB里面呢 同样也是使用了镜像 环境变量 重启策略和Label 那其实这个Image 这个Compost文件就定义了一个带有DB的一个Web服务的一个应用拓谱 以及相应使用的这个交付的最小代言就是这个Docker Image 那编配模板其实就是标准化的这个交付内容和这个拓谱关系 那第三个呢 这部分呢是Docker的一些命令 就Docker本身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其实也会暴露上相应的这个API 比如说Image的一些命令 然后Info的命令呢 可以查看这个应用的配置和信息 Kill呢其实就像类似我们这个标准的Linux的Kill 然后可以查看Log 可以查看PS 可以重启 可以删除 可以删除镜像 然后可以在Run,Start,Stop等等 甚至还可以查看Top 比如说一些监控等等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些命令其实和我们标准的一些运维动作是非常相似 所以Docker的命令和API定义了这个交付的流程 以及后续的一个运维的一个动作 那么容器做到了这三件事情 那其实它做的一件事情是标准化交付 那标准化交付怎么解决了微服务的一个缺点呢 因为DockerFile里面已经可以将微服务中的这个语言和框架的这个复杂性进行了一个风筝 比如说我微服务的一个框架使用了这个Java 或者是我另一个这个微服务里面使用了Node.js 但是对于DockerFile来讲 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东西封装成一个DockerImage 而对于DockerImage来讲 它压根不感知说我里面是Java的应用 还是一个Node.js的应用 只要是一个DockerImage 都可以通过标准的DockerRun 或者是DockerStat 或者是DockerRM来进行社面周期的一个管理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这个微服务里面的很多的复杂性进行封装 而第二个呢是DockerImage将交付的最小单元进行的定义 降低了这个交付的一个复杂性 那传统的这个微服务里面呢 我们可能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这个交付方式 比如说我一个Java的应用 那我构建的时候我会用这个MarvinBuild 然后我测试的时候我是MarvinTest 然后我最终部署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在这个最终的环境上 部署很多我的这个启动脚本 然后再通过这个Tomcat的那个 这个启动脚本再重启这个应用 或者是JD的这个脚本 ServiceJDRestart来去把这个应用再拉起来 而对于Node.js呢 我可能就会用这个PM2来拉起我的应用 所以对于很多不同框架 或者是不同的版本的应用 对于微服务来讲 就是持续交付起来是很复杂很困难的 但是当你把这些事情封装进一个DockerImage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启动一个应用 就是DockerRAM 删除一个应用就是DockerRAM 如果你是重启一个应用 就是DockerRAM 他把这个东西 命就帮你把这个相应的这个交付的动作进行了封装 所以 无形中也降低了这个交付的一个复杂性 然后同样呢 Docker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个API 以及上层的变派系统实现这个脱普的一个关系 其实就解决了这个微服务的这个 多个微服务之间这个管理的这个关系 以及这个脱普关系的一个维护 然后第四个呢 是这个越来越丰富的这个容器生态使得 呃 微服务呢 呃 不止从这个交付 而且从框架级进行了一个支持 就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在容器里面的这个service mesh 或者是呃 类似就是link的呃 等等这些接入层的框架 其实都可以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代码进行一些整合 然后可以降低这个我们使用就是微服务而带的一些技术成本 那容器交付 我们刚才说了能够解决微服务中的一些问题 那呃 这个容器交付有没有难点或者问题呢 其实 没有的 因为使用容器了之后 它有比较高的一个学习成本和技术成本 对于团队来讲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开销 那第二点呢 是这个容器的架构和现有的这个系统集成存在一些困难 特别是在发布系统和监控系统上面 那第三个呢 是容器的这个交付流程改变了现有的这个交付方式 引入了更多的步骤和成本 那以前我交付一个代码的时候 我只需要提供这个代码仓库 但现在呢 我可能需要提供一个构建好的一个docker image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是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流程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其实反过来了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DevOps的一些工具来去实现 DevOps可以将这个容器交付的这个流程进行自动化 来降低交付成本 而剩下的那些问题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交给阿里云的容器服务 那阿里云的容器服务是怎么助力这个容器交付的呢 首先 我们在集群调度管理网络存储监控日志等等维度 会有阿里云的这个云烟上的实现和开源 开源方案的一个集成 那对于微服务架构和持续交付上面呢 我们有这个系统的一个集成的一个能力 以及开源方案的一个集成 那对于编程模型上面呢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常见的一个编程模型框架的一个最佳事件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实现了一个从DevOps到微服务到容器的一个交付链 那DevOps的一些弊端其实是由微服务进行解决的 而微服务的一些问题呢 又由容器进行了弥补 而容器的问题呢 又通过DevOps工具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整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三者进行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融合 那从DevOps的概念上来讲 微服务呢 实际上可以对等到这个DevOps的内功部分 而容器呢 其实可以对等到这个DevOps的招式的部分 那为什么说这个微服务是内功呢 因为微服务本身其实它只是一种架构设计的一个理念 通过这种理念呢 可以帮忙帮助DevOps来实现这个业务流程的一个改造 人员的这个划分架构的一个设计 以及质量保证 而容器呢 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 它呢 其实可以在这个自动化和工具的角度来成为这个DevOps的一个招式 也就是说微服务和容器进行整合 并且依托于DevOps的一个理念 可以实现一条比较完整的一个交付链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容器的一个交付链 我们假设是一个PRP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首先在本地进行代码开发 然后此时需要变更的时候可以上代码提交的这个代码仓库 然后在阿里云的这个镜像服务里面呢 会有这个外部户口的一个通知 自动去拉去这个代码仓库里面的一个代码进行这个镜像的一个构建 而这个镜像所需要的duckfile 其实已经在这个本地开发的时候和这个代码一起提交到代码仓库了 那当这个镜像完成了之后 可以在这个阿里云容器服务的一个集训里面配置一个外部hook 而这个外部hook呢 就可以做到这个一个容器应用的一个重新部署 然后这样从代码提交到镜像部署到应用拉起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自然和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流程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持续交付一个链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链路里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它可以很快的帮你完成一个交付流程的一个变更 其实这是Developes理念里面最重要的去节省的事件 那质量保证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质量保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你代码质量是怎么保证的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体现代码质量是怎么 保证但是我们体现了这个这个交付质量是怎么保证 因为每一个流程里面没有人员的一个结果 所有的地方都是通过自动化流程来进行来进行交付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无形降低了这个人员引入带来的这个交付的 交付的这个出错的可能性 所以提高了这个交付流程的一个质量 那在后续的一些课程里面 我们会来讲解怎么去构建一个更复杂的一个交付系统 带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测试 然后带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质量保证的一个报告等等 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持续交付 那下面下面的这个GitHub的一个地址是我们阿里云融技服务里面的一些DevOps的一些案例 然后包括我们团队之前写过的一些文章 然后在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学员可以来进行一个参考 然后包括有一些手把手的一些教程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体验DevOps 那今天的课程大约就是这样 然后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会来讲解这个如何进行高质量的这个应用容计划 以及怎么规约本地化的一个应用交付的一个流程 那今天谢谢大家 好 不放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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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